各位朋友 《樂報》我不講場又來了 我是姚榮樣 也請到鄭仲暉 大家好 我們想講講一些交通的問題 其中的士 的士現在將會有一個新的規章 有關內容又保密 透露了不太好 需不需要保密 因為影響了利益 甚至有新的士的數量要投出來 所以比較保守 我個人覺得不是全部保密 可以個別保密 如果全部保密的話 是否要保密得這麼高級別 我覺得有些東西要保密 包括金融 加息是否要保密 如果不是一早說 銀行亂了 即是波動 下個禮拜減息 很多人定長些 下個禮拜加息 有甚麼還未提存 留下個禮拜 這些是要保密的 但是作為和民生有關的 盡量透明度高 能夠有多透明就有多透明 我覺得有時候都很內人尋味 老夫子經常用這句 為甚麼內人尋味呢 其實澳門在剛剛過去的2017年 這些諮詢會 你真是應治不下 如果你對社會好熱心的說話 我想你寫文章都寫不遲 這幾年都很多諮詢 為甚麼的士跟我們 你這麼密的 是密不可封的生活上的事 為甚麼就好像甚麼都秘密呢 可能我講了之後 可能下個月的諮詢都不明白 只不過我們到今天 他都認為是要保密的 好了 其實我今天想講的話 就是我們的的士 似乎我們充滿了一個希望 就說甚麼呢 當時說我們多出幾多部 八年期的 當時是十年期 現在再講八年期 我建議的 以前我建議的 有年期 十年開始的 後來現在八年 短一點都不要緊 因為現在 你看驗車的時期 一直縮 所以短一點都不要緊 在這裏我們看到一個問題 即是不斷在這裏出一次的士 不論它是年期也好 或者永久永遠沒有了 或者叫電召的士 或者到現在叫特別的士 大家都對他每一次出的士 那個期望 是有的 是多是少都是有期望 但原來完全的期望 就不及Uber 即是我夠敢說 或者網叫 因為有時 我現在都是 人家很多人說 你應該叫網約車 不要說了 我就叫Uber 為甚麼 Uber是深入民心 它因為在某些地方 是運行得很好的 方便 它是我們認識的第一個網約車 標誌 我們即是吃公仔麵 即食麵一樣的意思 就是 叫開了 其他即食麵 不同牌子 全部都是買公仔麵 例如 以前最拖的耳筒機 Wokman 因為Sony出的 其他牌子 以後都叫Wokman 以後都叫Wokman 這類東西就叫Wokman 沒有意義 但我們要知道 一件事就是 Uber是帶起了澳門一個革命 還有帶起了澳門一些人 這一段時間 坐車是有些信心 我不是說它可以完全加進問題 我們很久以前去香港 香港當時已經有用對港機 來營運的的士 你當它是電照 有call機的時候 已經有對港機 是有些營運得不錯 我早幾天 早兩天 我去了一次小南 去到小南 原來小南 就是一個經濟很發達的地方 但原來 我一去到 覺得它的公交 是有發達的地方 有不發達的地方 它發達的地方 就是巴士去的地方很多 巴士老人家 基本都是免費的 這樣做得好 但巴士很早收工 你迫於無奈 就要選擇其他 澳門巴士 有些路線 都不是去到晚上十二點 到這裡 其實不是唯一選擇 有很多選擇 你可以坐的士 不過是找不到的 大陸有什麼地方 白牌車很氾濫 第二個就是坐什麼 就是坐那些電單車 第三個就是三腳雞 那些叫電的 很多 但我去的地方 任何車都沒有 包括我以上 說的那幾個都沒有 那不方便 那不方便 最後呢 我怎樣呢 是找個朋友 就是call網約車 是 那網約車呢 很快就來到 還說 我現在距離你大多幾個月 在這裡說完了 那這個網約車 是裡面的 基礎的顯示 那來到之後 就是有經有講 都幾好 那去到之後呢 他就告訴我 請你 給我點那個讚 我記得星 五星最好 那這個五星呢 有什麼作用呢 原來呢 你五星呢 即是多的說話呢 到時呢 你一個叫做優質的司機 優質的司機 他有很多 即有獎分 有獎金 尤其是叫車會叫你先 大家一樣 你有請先 我講這個例子 是什麼原因呢 其實澳門一樣 雖然澳門通街都是車 如果一個遊客來到澳門的說話呢 他可以隨時是要走路 因為巴士 他不知道坐什麼巴士 的士就坐不到 輕軌還沒有 輕軌 很久都沒有 然後呢 你拿起電話 他們已經是 什麼都不想 就首先在那裡拿電話 叫網約車先 原來澳門是沒有的 好了 澳門是網上 不是網上車 不是網上車 我現在想到什麼問題呢 其實現在有兩種的士 在今年會是競投的 開標的 一個是有年期的黑的 另一個呢 就是特別的士 這兩個呢 現在都會認為數量不夠 特別的士應該要增加 但是一個問題呢 你再出一百步 再出一百步 永遠都是 車主或者從業員說 不要出那麼多 出那麼多 我們找不到食 但是呢 坐車的人就說 你出多些 我真的坐不到車 好了 那找出的平衡是怎樣的 其實現在最關鍵呢 就是共享服務方面的資料 現在呢 老實說 有人就坐不到車 有人就沒有客客 所以大家都是 駕車的司機 就是我講的的士司機 在那裡兜客 或者他的目的地 不是兜客的 但是他都經過這條路 有客客就最好 我想都要面對一個對變的階段 然後才會整頓 如果你說新排發得多 那好 那些舊的那些 租開車的很慘的 他覺得租車這麼貴 他沒得做 可能他猛撲那些有佣金 或者又怎樣加多一個禮 兩個禮那些 那坐車的人就給多很多錢 但是如果你新的發得多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自己投部車 自己開自己投回來的車 他是有得賺的 那不用做壞事 我想呢 我們現在這一輯的時間差不多 但是肯定是講不完的 那我也很想 阿余Sir你給個寬限我 下一期 是不是下一期 即是說多一次那個 你現在繼續說都可以 那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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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本來今晚是直播 因為有技術的問題 我們現在又再計多十分鐘 又不得你說 因為我有個建議 那這個建議 也是聽了有一些的的士司機 那這個從業員 就是他是租車的 先說明他身份 因為有些司機本身都是車主 全份或者半份 他是車主 那我首先就說他一個租車的 他也是車主 又開自己的車 不是不是不是 他是純粹租車的 那他就說 其實 好不要這樣呢 他給個建議 我去思考 就說 那 那麼多年過去了 由初初 那些永久黑的 到今天 都是大家鬥多錢 價高者得 去叫一部的士的牌 是 那他說 好不要調轉呢 那怎麼調轉呢 那調轉呢 就是說 的士牌 是固定了這麼多錢的 而且呢 是有個承諾服務的 那就是網約了 即是包上APP 網絡全部包上了 在這個服務裏面的 那你每個月當然要給個服務費 諸如此類 這些呢 已經是規定了 比如你 競投了這部的士之後呢 你每個月要給一個服務費 必然的 我們想回歷史 的士以前 就是由市應廳管的 是吧 後來 先有交通事務局 那麼 市應廳一直管到 臨時市應廳 以致民政總署 那當然他希望收入多些的 因為當時市應廳 財政是獨立的 那你投 一百萬初投 不錯 二百萬三百萬 上到近千萬 後來又跌下來 不 越投多些 就收入越多 但我以前建議過的 即是 你投也好 設個上限 上限去到多少的時候 最高的是抽籤 其實呢 可以混合去想也行 那個從業員 他的反而不是這樣 他訂了一個錢出來 那錢用來做什麼呢 就不是增加庫房收入的 是增加這一批的士 或者全澳的士 一個妄約服務的經費 那這筆錢 因為政府現在不缺錢 老實說 一百部車可能只有一億 那一億 那一億 不夠給市民 大家的埋怨 但你算我 又有新的想法 我曾經想過 有一些地方 是不是有不同顏色的的士 澳門都有 有 以前有黃的 現在有藍的 好了 可以不可以 整個綠的出來 因為呢 不要怪我 又說害群之馬 又說害馬之群都好 是好多 頗多 抓緊黑的的人 是令到別人不喜歡的 那如果你整個綠的 是管得嚴的 由於競投呢 就可以有新的行政法規 規定 譬如說有打蛇 有放蛇 或者有某些攝錄 你都肯去投的 就可以了 那不怕說 關擾到人權 或者是什麼 是一個附加的條件 你都肯 好了 綠的 原來這麼好 管得好的 將來那些人 我就坐綠的多些 整一下整一下 你不要怪了 黑的 不值錢 由四百多萬跌到三百萬 二百萬 一百萬 是因為你營運不好 那我便放些 六滴多些的 給你競投 八年六年 有些新的條件就行了 其實呢 我繼續 剛才是你所說的 其中一個方法 另一個 剛才那個朋友 他說 不如這樣定了錢出來 那錢 不是說增加庫房 是增加房務 增加這個房務 對 包括建一個台 或者運作 那個 妄約的服務 的經費 好了 有一個是很突破 他說得很突破 我們現在不要競投 我們倒不如 是抽籤 怎樣抽籤 有這樣的條件 拿了這樣的條件之後 然後就說 你可以兩個 或者三個人 到時我們再規定 一組人 一組人 保證一定有人駕 然後呢 就去競投那部車 那部車呢 不會很多次 但其實呢 反過來 我們主要是要你 去競投這個人 是要駕這部車 當然你到時 你不駕這部車 或者任何東西 其實這些是用科技管得到的 包括我們講的那個 影像 包括指紋 很多東西 你又丟了一輛車 多久去了別處 還有這些科技的設備 不會很昂貴 不貴的 也都代替了一些 用人手去做事 這麼繁爽 現在就變了 完完全全 將這個的士 這種的交通工具 真的藉著科技化 你都監管 將它完全是去投機化 我認為 人家投資一元都叫投資 我們去投機化 不會有炒賣 也不會拿了車回來 租給人家 以牟利作為目的 就是純以一個服務 作為這個 鏡頭的方案的基礎 我覺得這個呢 可以考慮的 我認為 當然我剛才提到的六滴 你完善有關的條件 令到它有得做 黑的呢 如果跌到某個假的政府 最多這樣 一個回購 回購 以後澳門都再沒有 那些永久牌的的士 那可能會改善 我想呢 問題是載那些 永久牌的的士 都不是問題 都不是問題 你永久牌那些是無權 是說 我今天呢 不需要鏡頭的價格 為什麼沒有這個權 因為兩個性質完全不同 你那個是一個永久的 我都不會收回你永久 但他車牌照值錢 就變成租就貴 租就貴 駕車的人成本高 他就要想起那些鬼點子 去講解 如果你說 鏡頭多的 我就是車主 我開自己的車 合理的利潤 但是又受到合理的規管 因為有條件 那就誤到他說 我要收多一百 那裏要收兩百 不到他 我想呢 就是供求問題 幫我們不斷出 我剛剛說 由駕駛車去鏡頭 那部車 這種方案 你以往的黑的 自然是找人駕 就會比較難 至於說 哪一類型的車 會導致這個人犯規 因為金錢太大 引誘 而導致他 我想這個是另外一個方向 在規矩上 有條件給你管 就不怕 現在最糟糕 就沒有這個管的條件 放射又說不行 拍些什麼又說不行 如果將來有些新的條件限制 就自然會管 其實我有時覺得很納悶 即是說什麼都不行 沒有問題的 你說不行 當然有你的高見 那我請請教 這些高智慧的高端人士 那怎樣才行 是啊 最緊要說 一輛車駕的 你見到人折 你就要停 不可以過來 說去哪裏去不去 又不開門 因為這些 上了車說去哪裏 全部有錄音錄影 你就要去哪裏 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 有某部份的措施 可以取材於這個特別的士 特別的士 你現在通家你折 它是不會停給你的 你拿著一張一千元字 也未必停給你 因為它真的會說 在接客當中 其實現在社會上 那麼多人給那麼多意見 我相信當然 當局也會有些會採納 但是我覺得力度 在那麼多年採納那麼少 是遠遠是脫節 跟現在這個地方 所以看法 都真的要淘汰一些黑的 你覺得黑不只是顏色 是你找人笨 醃人那種黑的 我想現在政府在這裏 不斷意識到 我們澳門的士 還有增長的空間 但是不要只說數量 還有質量都很重要 質量如果搞得好 我們接客的量化一定會是 用了這個 或者是網約車 我們現在經常都說這句說話 是共享經濟 這輛的士其實可以 如果它有個比較好的網約 或者這一類科技的東西 它可以接多很多客 接多很多客的最後結果 就是很多人本身是很難坐到的士 現在都坐到 我完全是不會說它是古靈精怪先 因為我再三度講 古靈精怪是用另一個方法 因為人的貪念 是永遠無窮無盡 講到這裏 我還有一個方法 可以管理一些的士 因為剛才 輝剛你提到 就是用一些科技的方法 如果按照現在內地 用支付寶這個方式 跟著它那個咪錶 又連通了某些東西 你嘟就嘟咪錶的價 又不准另外給現金 那些司機 又解決了那些濫收的問題 這裏呢 這裏呢 這裏就是利用科技去管制 這裏我鎮著少少時間去講一下 我在國內 基本都是坐的士的 巴士很少坐 那有沒有濫收的錢 要給多一個禮 兩個禮 沒有的 我真的 我代表自己的經驗 我在國內 因為都去了十幾年 來來回回 有時需要去坐車 我真的未遇過一次 濫收車子 未遇過一次 最多是被人 布爾這個 好不好看的面色 你等了很久 你去這麼短 只有十元 我等了十五分鐘 只有十元 我聽過這樣的說話 但是 就算是這樣 他都不會說 我等了很久 你多給兩元 沒有 但內地有的士司機 我和你試過 你近 他不下那支旗 他那十元自己代了去 他當輪車 這個案子一定見過 這個我就不記得 真的 沒有注意到這些事 你腦後裏 我真的不記得 因為 我去路很短 但是有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大家都認為 國內是比較暖農 有些這樣的事 但是都沒有人去 濫收 我肯定 有人是濫收車子的 給別人 就是我這裏 我可能 我幸好 未遇過 但是 濫收車子的行率 我不會去 我希望內地都 越來越好 因為 有 達一句話出來 十九大 開了 什麼都向好 多謝鬼哥 你 我 你 有 我 我 有 你 是 有